是复兴航空的空难 这个的黑盒子的记录与资料呢 已经初步解读完成了 飞机确定是在23号当晚7点06分坠机 而飞安会发现飞机在降落之前 有两度要求要从另外一边的02跑道来降落 并且透过精确的仪器来帮助他们降落 但都没有得到许可 所以最后机组人员就决定 还是从原定的跑道降落 不过呢在降落之前 飞机不断的往西偏离 最后才会不幸撞上树林 虽然呼叫重飞 但还是为时一晚 飞安会把黑盒子判读记录 绘制成动画 初步模拟复兴航空G1-222失事搬机 坠地之前的飞行轨机 黑盒子显示飞机失事当晚 晚间6点28分 因为马公机场的能见度只剩800公尺 飞机已经无法从原定的两栋跑道降落 所以驾驶在6点29分 要求必须从有辅助仪器 ILS系统的栋梁跑道降落 而且6点42分又再度请求一次 但都没得到许可 最后机组人员还是从两栋跑道降落 7点05分解除自动驾驶 但10秒之后飞机开始向左偏离航道 7点6分11秒呼叫重飞 但2秒后就出现不明声响 7点6分16秒又向塔台呼叫重飞 但马上黑盒子在3秒后就终止记录了 为什么会偏离航道 飞安会表示还要再研究 而且飞安会发现飞机的螺旋桨残骸 进气孔卷入很多的树枝树叶 怀疑当时虽然驾驶要求重飞 但飞机撞上防风铃后 导致螺旋桨已经无法运作 天后发动机性能 还有机主人员当下的操作 都是未来调查重点 而且当时飞机已经两度要求 从动粮跑道精确降落 却迟迟没有得到回应 过程有没有人为疏失 也都是接下来飞安会得好好追查的原因 日电TV陈俊杰黄一金台北报道